在结婚的时候都会聘请婚礼摄影 用照片或是影像来记录下瞬间的感动 有一名婚社拍过上百场的婚礼 他很擅长用即时的手法来捕捉最真实的画面 让照片呈现出动人的故事 而他的部落格婚礼的故事 也吸引了38万人次来浏览 网友都说这些照片看了好像加洋葱一样 令人会感动落泪 照片中新娘医生鹅黄色礼服 正在帮自己穿上鞋子 脸上表情犹如盛开花朵般的灿烂 结婚绝对是件喜事 虽然只是一种形式 但是却掺杂了很多复杂的情感 这名新娘在拜别之后 父亲迟迟没将女儿的偷杀给盖下来 这样的画面被摄影师捕捉下来 妇女之间的情感此时无声胜过有声 透过一层偷杀仍然能感受到 代驾新娘的心情是雀跃又固舍 如此赤裸裸的心境被镜头捕捉 千言万语都在这张照片里 婚女摄影师都会要求新郎或新娘 摆出一些拍婚纱照的姿势 可是我希望能够在自然的互动当中 取得他们一些比较自然的画面 像是这张大合照 突如其来启动的洒水器 现场惊慌失措的模样 也被它捕捉下来 非常自然跟摄影师互动 那种镜头是像我拍到的照片 最好的 就让照片自己说故事 它在网路上分享的部落格 也吸引超过三十八万人次的浏览 也颠覆了一般婚社 致式的拍摄手法